来源,浙江新闻,一辆公交车正在着乘客在国道上行驶,谁知光荡一下,遭遇未来恨祸,不知名目的砸破了前挡风玻璃,司机被碎片划伤了双手。 这一幕令司机李师傅心有余悸,时间追溯到6月15日上午,李师傅开着公交车从台中连海老客栈,失望百步村,当时公交车上只有四个人,我还有三名乘客。 9点时,公交车在104国道,师傅阳春路段,预意料被网南的半挂车交回车时,挂车上突然飞出一个东西,直接砸到大风玻璃上,吓得自己直冒冷汗。 要实在高一点估计就砸中我的头了,李师傅吓得直打哆嗦,等他回火神来,半挂车已经不见踪影了。 所幸的是,公交车上的乘客没有受伤。 接到包顶后,用风中对民警第一时间赶赴现场处置。 只见驾驶室正前方的挡风玻璃已经完全裂开。 散落的碎玻璃,将驾驶室撒满一地。 公交车正前方约五米处,一块铁质配件树躺在国道上。 公交车的后方,附近的排水沟里,民警又找到同型号的铁质配件,经民警现场勘查比对,造成公交车挡风玻璃的破碎罪魁祸首的。 正是这小小的配件,民警通过沿路监控点,公交车上的视频等, 很快就把招式车辆锁定。 警察这铁质配件正是从半挂车上掉下来的。 半挂车由于没有捆绑好车上货物,在转弯与公交车交贵车时,由于惯性车上的货物飞了出去, 索性没有砸到其他行人和车辆。 目前,事故双方当事人已达成条件协议,交警提醒货车司机,在装载货物炮运输时,一定要把车上货物捆绑结实。 运输途中发现有货物松动的,一定要加固好后方可。